搏一搏 帐篷店 搏鞋 搏线 小弟弟 然后他要带我去酒店 我这个自行的搏盔 来感受一下我脖子的搏鞋 我的帽子吹棒 看前面 看前面 没事 没事 在我脖子上 这位是吴县小弟弟 一位退伍军人 当了五年的兵 伸他肌肉真的是 很了不起 然后他也是一个特别爱摩托车的人 这是他的座驾 贝拉利也502 他现在送我来的酒店 谢谢你啊 谢谢嫂 玩开心 嗨起来 好的 这个是本田大惊艺 40万 你说啥 对 梦想 梦想 梦想也是要 也是要花钱的 那肯定 但是努力去创造去追求 这个过程是最美好的 你会特别爱笑的 小弟弟 我还是回去喝吧 回去要运动的 行 而且他特别自律 我觉得我要向你学习 不要向我学习 要相互学习 可以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齐头并进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从360度的海景房 跨成了这个 我为什么会过来呢 是因为有位粉丝小姐姐 她一边住这个地方 觉得太浪费了 然后邀请我一起过来 但是酒店都能带狗啊 所以我把狗放在了俱乐部 让老板帮我看着 明天就回去了 走 我们去见粉丝 第一次见粉丝啊 我们之前没有见过面 就这么来了 你别说这里人还挺多的 网上有人说这个酒店像菜市场啊 这玩意儿菜市场我也住不起来 然后我们找一下那个小姐姐在哪里 哈喽 哈喽 你好 哈喽 哈喽 这位是来自北京的欣欣姐 你们猜她多大了 她居然告诉我她有40多了 她还十有二 跟我不是差不多了吗 别闹了你 是你真实的年务啊 这事是七八年 七八年了 哇塞 好聪明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做的房间 给她瞅一下 双床房 这边的话是 有一个浴缸 再看一下这边 出门就是 大海 住的客人还会配管家 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些娱乐设施之类的 这个酒店好像是说是七星级的 然后它总共有1314个房间 最贵的房间是十万零八千八百八十八 把我老底的掏空了都住不起 今天要不是这位小姐姐 我连这个房间我都没有资格住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是他们这边最便宜的房间 都要三千多 三千多她吃肉她不想吗 或许在我的意识中花几斤花钱来住店 总没有花几斤花钱去吃东西划得来 但是她有钱人的想法她就是不一样的 她住就要住一个舒适的 那么我现在跟小姐姐要准备去游泳了 我俩她已经把游泳换好了 然后我也准备换游泳了 你说这么骑现在十多天 咋不见瘦啊还这么胖 这就是一个传说中的网红游泳词 无边游泳词 这也适合拍照但不适合游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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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